政府让参加东京奥运的国手们搭经济舱 官员们却坐商务舱引爆了争议 没有想到艺人台志源 早在两年前就神预言 她说体育署有黑历史 只要出国都坐商务舱 选手却都是坐经济舱 还嗆响那些高官 为什么不去坐货舱 总统蔡英文在IGPO显时动态上面 写着大大的经济舱 显然总统早就知道中华队的航班资讯 随后被踢爆官员们都坐商务舱 国手们却只能坐经济舱 蔡英文火速山文 但其实艺人台志源 早就在两年前就神预言这状况 我以前听说很多体育署 或是相关的官员出国 他们都是坐商务舱 我们的选手都坐经济舱 是不是这样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没听说过 为什么他们那些狗官不去做破舱 然后让我们的选手好好的 真的尽量去比赛的机会大的选手 坐商务舱他们输入 台志源两年前说的话 如今真实上演 被封为先知 但国手为国争光却没被照顾 被伺候的反而是官员们 这些国手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 他出去代表国家赢得一面金牌 你知道是让全世界看到 你这些国手 不让他们每天 伺候他们伺候的好好的 怎么行 你现在那些狗官 那些伺候他们来 网友开栓疫苗大官先打 商务舱当然也是大官先坐 官员坐商务舱 选手坐经济舱 到底是谁要去比赛 网友炮轰官员太超过 民众更是看不下去 流血流汗 为台湾争光的人 然后受这种待遇 这是真的不公平 这个实在是对选手 真的打击很大 官员应该坐经济舱 所有代表国家的 都应该坐商务舱 甚至于坐头等舱 对不对 这个表示什么 这个政府 他也没有把老百姓当一回事 政府太烂 蔡总统说 这种安排不够贴心 但官员们宣兵夺主 遭就赤裸裸 伤害国手们的权益 记者黄文静许光好 台北报道